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進入了張票 我進入式食堂的 500元 不是多 不是多 10元一個飯盒 500元就是50個飯盒 不是多 按我自己的能力去做 太多錢我未必負擔得起 我希望有需要的人 可能新年都可以吃一餐好些 純粹是自我安慰感覺良好 不太特別 我剛才收到的 因為我告訴大家 基本上你們留言我全部看完 當然未必是會覆蓋 但我是看完的 我逐條逐條看的 我亦都會把你們的留言看 是我哪段片 你們留什麼言 有一個人留言 關於我有一段影片 我講的是何先生不可以離開男人坊 他罵我 何先生為何決定關你鬼事 然後罵我臭雞 我沒有不開心 我絕對沒有 因為其實在這段影片出了沒多久 何志剛也有回覆我 其實沒什麼特別 他的回覆也沒有罵我 也是很溫和的 我會覺得 關你鬼事 關你鬼事 連何志剛也不介意關你鬼事 關你鬼事 其實我覺得這傢伙是扮何志剛的粉絲 其實之前也有一個人好像是白鶴子剛的粉絲 說這些事與你無關 沒有罵我 沒有說髒話 但這傢伙是罵我 我會覺得 其實我這邊也有些人 是黃型的 看到之後 就會假裝是一些藍型的KOL的粉絲 然後過來插 看你們分化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不會介意 我只是擔心我的網友看完之後 可能會不開心 所以跟大家說一聲 就不需要太介意這些人 我依然擁持言論自由 你喜歡說就說 大家網友不需要太過於緊張 我沒有在意 因為有些人是很有趣的 其實有些人是想發動兩個戰爭 兩個KOL的戰爭 你有沒有看過韓國青春女團 就有些人是想發動兩個戰爭 扮演粉絲 而想你們這邊分化 因為我們不是女團 我們不是欠什麼獎 我們只是想團結香港人 真的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把一些暴徒 暴力分子 飯桶 趕走 在議會上趕走 所以他們就很擔心 會讓我們趕走 所以盡量分化我們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理會的 如果看到這些 你喜歡可以留下他的一句 但你不需要去別人那裡 不需要跟何先生說 也不需要跟他們那些人說 就不用了 停在我那裡就算了 不要爭執什麼 我平時上班也是 以前做大公司 很多是非的 你知道大公司有很多是非的 所以他們通常會抓攏別人 來到我那裡 他們其實想說一些是非給我 叫我傳給別人 目的都是這樣 我通常不會傳 所以所有是非來到我那裡 就停了 那怎麼辦 那便會抓我被人孤立 但又沒什麼所謂 我對得著良心 我只是工作而已 來這裡開工 我是來工作而已 不是來社交 所以我又不介意 總之我做得好那些事情 你又搞我不行 你又催我不像 所以大家都希望 把這個消息散出去 他就說 如果面對這些事情 大家就不要 將這些匪夷所思的謠言 再傳 我們需要團結 好嗎 如果真的 就算真的有什麼事情 都是我和何先生 其實我和何先生完全沒有關係 如果跟華記有什麼不合適 都是我和華記的事情 因為見過一下 最多我自己吵 大家不要參與任何這些事件 希望我們可以盡量團結 把這些所謂的謠言都盡量指 他們現在是很喜歡的 因為他們現在的武裝分子已經少了 可以拘捕的 怕的怕 收拾就收拾 他們現在唯獨可以 你記得那時候Simon也說過 有些什麼什麼小隊都說 要從武力的層面 轉去做文宣的層面 這些就是他們的文宣 這些就是他們的文宣 他們想分化 所以我們不可以讓他們分化 所以現在就會有好 這些事情 他們不可能再出來了 所以唯有這些事情做 我們更加不相信這些謠言 我們都堅持自己 做好自己就算了 其他事情就不要管了 唉 來不了 講個好消息給大家知道 今天我經過 那條街 不知道為什麼長沙環 例子閣那邊很旺 每天都有和理午餐 每次都有遊行 當然有很多防暴 這次差不多兩點 我看到有令人很開心的事 就是一群防暴圍繞著一些搞事的人 就逼到他們長沙環 整群人圍繞著他們 你又找不到 我又不會對你怎樣 那你又不會弄到人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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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知道 我一定會知道 新年可能警察都不能放假 不要說新年他們有假覆 有她拜年 我想連假也沒有了 那如果大家真的新年的時候 那時候 看到警察 那時候 看到警察 就跟警察 提起手指功 別阻礙他們做事 或者給他們微笑 不要到處叫 警察加油 我怕你馬上被人打 新年流落見血就不太好 另外一件事 明天22日星期三 荃灣區議會的舉行議會 阿一哥會到場 大家如果有時間都會去支持 那一個在我上一條影片有的 在草灣民政事務署那邊 他應該有一個入口在天橋道 大家多多一點時間去找 還有兩點鐘開始 但應該會有很多黃營的人 會特意去拿票票給你們進去 大家可以早一點去拿票 建議大家先找地方 然後再去吃一點東西 早點去拿票 這次就到這裡 拜拜